哼 真 为什么每到团圆的时刻 都会出现一个他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是啊 他为何出现在这里 你果真是不忍心杀了他 朕把他送去了一个千里之外的地方 原以为 从此和他再不相干了 算了 不用解释 我都懂了 韩子皇帝 你可认得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说了 她是你非常看重的女人 想必是你的皇后 千里迢迢来寻你 如果不是的话 要杀要拐可随我便了 我倒要看看 你是要这个女人 还是要平宁城 要女人 要女人 她毕竟是我南下的一条人命 而平宁城 也不能拱手让人 今日之事 无论做何选择 都会落人口誓 这有什么难道 让我来 老子才是皇上心仪的女人 你们从哪找来一个女人冒充皇后 可笑 你干什么 瞒子皇帝 如果她不是皇后的话 咱们对你宫中的事情这么清楚 你可不要怕伤己脸面 就这么想办法不认杰法夫妻了 好 如果她是皇后 我便将她送还于你 如果她再撒谎 我便把她杀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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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听下去 会有损事情 你以为只有你会喊 老子嗓门比你大 你这个无耻之徒 就会满嘴攀盆 这才是漂亮的女人 我才是漂亮的女人 我这个皇后才是皇上的女人 你竟然敢找人来假扮 你不要脸 你这是做什么 别胡闹 你这样会有危险的 都看清楚了吧 就凭老子这副相貌 也就是你们这些脑子里塞满狗屎的 鸭子们才会相信 她是皇后 还把个弱女子绑到两军阵前来 你不要脸 你 之前我还纳闷呢 你们的城墙怎么那么厚啊 原来啊 是照着你们的脸皮贱的 是照着你们的脸皮贱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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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你这个女人 嘴尖蛇利 言行粗鲁 哪有一国皇后的遗胎 皇上 她明明就是假扮呢 照男蛮子皇帝跟我说话 照跟女人冲锋陷阵 算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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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你们这些鸭子 我们南下的女人就可以轻松应对 何必劳烦皇上 你们齐人太善了 哥们儿还行吧 你们齐人太善了 够房间 皇上 皇上 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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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确实在求我 干嘛的皇帝中间了 为什么给我杀你呢 杀你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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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现在谁在指挥 已经落了 现在开始 听我的 是 娘娘 快啊 皇后娘娘中间了 是 照顾好皇上 杀子无耻 暗箭伤人 皇后娘娘中间了 杀呀 杀过了这些鸭子 为皇后娘娘报仇 杀呀 杀呀 杀 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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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我愧不成活 反复被命运 还是无法挣脱 连痛 喜悲也跟随你惊磨 皇上虽未尚及要害之处 但剑剑离葬果仅有两寸 只能在剑八叔之后 方可知道皇上能否安然无恙 你这是废话 别为难他了 你醒了 都下去吧 我有话要和皇后娘娘说 是 方才我虽是昏迷着 但一时还算清醒 蓬蓬 你的伤怎么样了 你别担心我了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方才 在城墙上 打字问我是要留下僵尸 还是要受伤 我犹豫了 我并非对僵尸还有情 只是不忍心她的生命 我知道 我都知道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解释这些 你所做的一切我都明白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只是很少表达出来 真可惜 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 蓬蓬 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自己轻入了 怕是一会儿拔了剑 一切都要看造化 你别胡说 你不会有事的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赵王的缘军很快就要到了 我若深思 没有他护着你对王静勇 再召回杨玉等人 尽闭关门 一方打字反铺 然后密不发色 让赵王护送你回圣路 父号而登基 你听清楚了吗 你可听明白了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明白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不懂 你说的每一句我都记不住 我只要你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地和我一起回圣堵 正强之声 你已经证明了我没有看错人 你很冷静 我知道 就算我活不过去了 你也让大家好人好好的 我没你想得那么坚强 我再也不想坚强了 我要你活着 别哭 哭了就不好看了 哭了就不好看了 你下去 让太医进来拔剑吧 我不走 我不走 拔剑 我不走 我陪着你 干什么 我不走 放开我 走吧娘娘 放开我 你 你 我不会离开你 我不要和你放开 我 走吧娘娘 我 我 我不要放开 鸡胜 放开我 放开我 鸡胜 放开 鸡胜 我爱你 鸡胜 我爱你 鸡胜 我爱你 鸡胜 似雪花 飞舞着坠落 美丽雅 相思而忘 爱人能拆弱 终究是寂寞 相思而忘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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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少 七少 我 我 我 别人中间 撑见的人没晕 倒是外面担心的人先晕了 蓬蓬 赵王回来了 凭您解围了 太好了 你昨夜 喊的那三个字 那么大声 你爱我这件事 想必整个将军府的人都知道 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那你呢 蓬蓬 我心约你 别给我整整文章 别跟我整整文章 我要你说 我爱你 蓬蓬 我爱你 你谁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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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的伤害很慢 有你在我就好多了 皇上 娘娘 赵王 快请坐 赵王今天看起来好男人哦 男人 男人是什么 男人就是形容你强壮 有力量 充满了男性激素 那是 之前啊 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大怂大 谁知道我一踏入江城以后 简直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向披靡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然后我的手下们还给我取了个外号 叫做 北墨杀神 北墨杀神 你确定是北墨杀神 不是北墨杀星 太好玩了 对不起啊 亲爱的 非常非常抱歉 亲爱的 赵王坐呀 这次 多亏了赵王 提前两日赶回平宁 平宁城才得以解围 赵王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回去以后 朕一定要对他大驾丰盛 多大点事啊 只要皇上和娘娘安好 一切都没问题 还有一件事情 来 请坐 首先啊 我在北墨跟达子交手的时候 在北墨的军营里 发现了一个人 姜氏 对 你猜就是 小心你屁股开花 绿梨什么脾气你又不知道 娘娘 我跟姜应悦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 更何况这根本不是事情的重点 事情的重点是 姜应悦告诉我了一件事情 而经过我调查以后 发现他说的确实属实 何事 你知道达子为什么会突然围堵平宁城吗 是他们早就知道了平宁城是一座空城 而报信的人 就是九王 姜应悦还在达子的军营里 看见了九王和杨颜 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非常的震惊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原本 他犯了弑君之罪 朕 并不一定会杀他 可现如今 他是通敌人 他可真是糊涂 他说是否 他说是否 他能伤输了 他他说是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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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 不能让你做傻事啊 以前你劝我 我觉得是为了张蓬蓬 还能咬牙挺过去 但现在 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九哥 天大地大 哪怕流落死风 我也愿意心跟随 卡蓬 你要死的话 那就先把我给杀了吧 要死 我们就死在一起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没有负我的人只有你 可是现在 我竟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你 九哥 你要是真兄弟的话 你就听我的 别做傻事 九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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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还疼吗 我怎么也没想到 九王会走到绝路上去 您说江颜月说的能牢靠吗 赵王已经调查正事了 怎么 你因为赵王救了他不高兴了 娘娘 奴婢早就不会因为江颜月的事情 再跟赵王置气了 跟了您这么久 大肚明事理 也跟着学了不少 再说了 赵王敢救他 说明赵王心里坦荡 是 赵王 是个重情义 明事理的人 他表面上像个傻白甜 实际上他这个人啊 大智若愚 我们谁都比不上他 奴婢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遇上了他 九王能做出通敌这样的事 我真是想不明白 平凝城被困 就意味着我性命会不保 看来九王当时 也是狠心舍下了我 娘娘 赵王有一句话算是说对了 只有皇上 才是您最牢靠的遗诏 启禀皇上 我南下大军 已经攻破了北末的都城上京 俘获了达子的皇帝 皇后 妃子等两千皇族宗士 是 杨将军 各位爱卿 你们这些日子 都辛苦了 皇上 您才是最幸福的 传令将军 所有人等 尽快整顿好一切 准备班师回朝 是 这班师回朝 都回了两个月了 每次都那么说 谁还会相信呢 说的就是啊 她抢在每天工程的日子多爽啊 我再也不用提前一两个时辰梳妆打扮了呢 哎哟 你要不说 我还真没有看出来 你的真面目原来长这样 那怎么了 都说啊 化妆是为了尊重自己 我呸 我连自己想见的都见不到 我还装个屁了啦 哎哟 以前我这脚气怎么都不见好 现在时不时让她出来吹吹风 算是太阳 我这脚气倒是好了一大半了 再也不用担心皇上看到会不哑观了 难道 你们就不想念皇上吗 想 怎么不想 可是一想到啊 现在每天自由散漫又舒坦的生活 对她的想念呢 就减少了三分之一 娘娘 娘娘 那边传来消息 说皇上已经到了城门口 好 很快就到皇宫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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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 叶标安全 奇典 哇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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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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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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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罪臣领罪来了 杨将军 快快请起 皇上 杨将军这么晚来辞 可是有什么事 皇上 臣教子无方 教子无方啊 是关于杨延的事 皇上 臣刚刚收到 我那逆子杨延的家书 家书上说 他和九王在一起正逃往关外 我那逆子从小脑袋刮就不好使 他现在和九王估计正在盛都周边 臣现在就带兵把他抓回来 不必了 皇上 您另有谋划 该如何处置九王和杨延 这也不是没有想过 只是还没有想好 皇上 您有何疑虑 九王和杨延现在还未归案 若是他们被抓到了 朝中大臣一定会上书 要求将他们处死 可是皇祖母年岁已大 再加上杨将军你 皇上 您要是顾虑 我和那逆子的父子关系 那臣现在就和他断绝关系 不止是你 包括杨家的祖辈 都对南下有恩 战功显赫 若是处死他们 怕是会伤了很多人的心 如今他们在外逃亡 不再回盛都 也不会再威胁到朝廷 如此到甚好 就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吧 皇上 您宅心仁厚 臣谨记于心 九哥 等到了下一个村子 我就把我的刀给卖了 这样 我们就能吃一顿饱饭了 我想好了 怎么了 我想好了 我们不能再如此下去了 这种东躲西藏 浑身发愁 风餐露宿的日子 我早就已经忍受够了 九哥 等到了关外 我某个生计 就不会这样哭了 现在是苦了点 你再忍忍 姚爷 你听我的 作为一个男人 根本没必要这样 你是锦衣玉石的大将军之子啊 本来有大好的前程 在前面等着你 你现在却跟着我 过这种不忍不悔的日子 是我害了你 九哥 无比多说了 都是我自愿的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决定回去认罪 什么 你别想不开啊 你回去 气势能饶了你吗 你忘记了吗 太后惩罚僵尸那个 撕腿的刑罚了吗 用我一人的性命 换你们所有人 下半辈子和我自己的坦荡 我觉得值了 九哥 我懂了 我陪你去 娘娘 您在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我一想到九王 心里就不是滋味 娘娘 你不会还是对她 我对她早就没什么想法了 我也告诉自己 不要再想这件事 但我一想到 九王她曾经救过我的命 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就觉得良心不安 娘娘 九王现在音信全无 我们 就盼探一切安好吧 也许没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 无论如何 我希望她还能活着 活着 比什么都强 好 你们 3 8 8 2 2 2 15 跪下 免了 把他们的手铐都解开吧 做了这么多面子工夫有什么用 你倒不如一刀圣旨把我给判死 反倒不难 你以为朕不行吗 老九 臣没想到你一错再错 最终还是走上一条不归路 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 别人毫不值钱 他们全都被我给骗了 至于皇后娘娘 是我蓄意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她对你忠心不安 毫无动用 总之 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 你想给我定什么罪名痛痛快快的来吧 九哥 把他们都押下去 是 走 齐盛 为何不速速判我 走 走 走 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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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太医 太医 皇上 他们两个回来自首了 好 那真下 他们两个人都难逃一死了 莉莉 背上好吃的 我要去见羊爷 把他们的我们都放在一起 谁 又走 他在一起 他在一起 他有一种 老子 有道理 马上 我的是 你 在一起 他在一起 我 就能和你 你 你 我 你 炎炎 看什么呢 都磨着了 我看蚂蚁搬家呢 这哪有蚂蚁啊 是有从一而终的人 才能看到 是啊 就连蚂蚁都知道挪挪窝 你跟九王为何这么傻 还要回来 我是陪九哥回来的 他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红烧肉 下猪蹄 这都是我最爱的 慢点吃 慢点吃 怎么了这是 是不是好久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姐姐 你给我送这些好吃的 你是不是要送我上路啊 你瞎说什么呢 我是看你在这种地方 你吃不到好吃的 才给你送过来的 我是有骨气的男人 不时进来之时 哎 哎 你个没良心哪 我好心过来给你送吃的 你还跟我玩起不领情来了 要不是你向皇上投怀送报 九哥也不会鬼迷心教的去投底 那是两码事儿 好 就算我投怀送报了 他也不能干出投底那种事儿 你终于承认你是投怀送报了 我 那他就没想过 如果达子攻陷了平宁城 而我就在平宁城里面 我里外都是死路一条 他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那时候 九哥得知大事已去 我的父亲 投靠了齐盛 朝王叛逼 连你 也变心了 你们都跟着齐盛 九哥他一无所有了 他只有一强愤恨 只想杀了齐盛 赢了齐盛 赢了齐盛又如何 为了赢他就能做出通敌那种事儿吗 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他得着你变心以后 就有了破釜沉重的想法 他心里的那些苦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是不会理解的 你是不会理解的 是啊 一个女人 是没有办法理解 和原谅九王的做法的 但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 我是可以理解的 换作是我我也会那样做 现在看来 是我愧对于他 谢金 想必你见到九哥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去见见他吧 我 我还没有做好面对他的准备 来 咱们两个今天 离醉方休 今宵有酒 今宵醉 不知我能不能看到 明天的太阳呢 姐姐 你这还不是送我上路 你这熊孩子 你怎么没完没了 你 你喝酒了 皇上 你来了 朕知道你会去看杨爷 却没想到你会喝酒 我刚才是私自去看了杨爷 皇上要罚就罚我吧 别再给杨爷添毒了 朕罚你做什么 朕知道 你看到杨爷那个样子 心里难受 你一直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 如今他生死未卜 你肯定很担心 今天我看见他那个样子 真的很心痛 非常痛苦 但是我知道 这件事 我没有理由让你网开一面 说出来 无非就是为难你 也让我自己不好过 你可知道 九王为何会回省都认罪 他想一个人揽下所有罪责 毫不牵连任何人 一开始朕也很吃惊 不过后来便理解了 他会去通敌 朕能理解 他会回来认罪 朕也能理解 这才是他 这才向他的作风 人总是在一念之间 对错都由不得自己了 皇上 我希望你相信我 与九王再无其他感情了 只是觉得 他不应该这样去死 老九他作为一个男人 一辈子为情而去 可这情 本就不属于他 他想夺回王位 可他在关键的时刻 又做出了罪错的选择 以至于到了今日这般经历 既要怪他自己 也要怪命运不将 朕和他同为男人 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我去休息了 你就不问问 朕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我知道 皇上早已有主意 我再说什么 都是多余 江公公公 捐纸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九王通敌叛国 续谋弑君 理应处斩 但念其已有悔意 且主动自首 上天有 上天有好生之德 先祖有爱护手足之遗训 故免及死罪 薛其爵位 废为庶民 流放岭南 扬言 因其年少受人蒙蔽 念其初犯不予重罚 充军北墨 五年后重返圣都 钦此 你这不孝子 还不叩守贤恩 你这不孝子 也不是皇上仁慈 你等哪能逃得我一死 谢皇上不杀之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直在等你 我知道 你是不会不出现的 我来 是要把这个还给你 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不收回 人说出的话都可以收回 一个物件为何不可 你还在恨我怨我吗 凭您之事 我是困兽之举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别人 如果我知道事情会这样 我当时绝对不会这么做了 我理解 所以我不怪你 今天我来 也不想再说过去谁对谁错 过去的 就当它过去的 我们从此互不相切 如果当初娶你的人是我 世界实际上 世界实不知就会变得不一样 要我说 结果是一样的 这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都是注定的 有些东西属于你 有些东西不属于你 人也一样 绕到哪儿去 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强求不来 彭彭 从此以后 我们可能很难再见面了 皇上这次仁慈 叫你发配领带 以后 也要自己捧着 为了 还没 愿意 老 为了 dich 有 为了 你 王 母 王 我 女 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不见得好 从此各自天涯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王殿下 咱们该启程吧 要是暂时点儿 卑职也难做了 再等等 驾 驾 驾 娘娘 您看 这次表得不错吧 这么快就表好了 干什么呢 皇上 这是您手把手教我写的字 我打算珍藏了 您是从何时起对朕有了这种感情的呢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但自从你上次离开我 我就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 只是我自己不想相信 后来 你在城墙上面为我挡箭 我才确信 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你这话 朕听得很是安心 只希望我们两个以后 不要再生什么闲心 你是皇上 我是皇后 以后我会谨力做到宽容 大度 还有全心全意 我的心 只能分给你一半 为什么 我们一路走来 有太多时候我都失去理智 比如说 上次我去北墨给你送解药 万一你是要真的迎我过来将我拿下 或许现在 我已经小命不保了 所以以后 我只有保留一半的心 保持理智 才能更安心 踏实地做一个皇后 我赌上了性命 才换来与你执手 若是直落的一个称职的皇后 那我太亏了 你的整个心 我都要 你说的这话 不切实际 我只能踏踏实实地做皇后 因为面对一个皇上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能失去理智 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要的不是掌管后宫的皇后 而是与我相互扶持举愿其媚的妻子 齐少 很多事情不能感情入事 后宫不是你我二人开的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鬼是你的 娘娘娘娘娘娘 皇上皇上有解散后宫 已见到 achter url 应该不会是我昨天跟他说的话 走 去看看 齐尚 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 唯有这样做 才足以表达我对你一心一意的感情 如今的后务 是为你我二人开的了 只要你一天是皇帝 就是我的主宰 爱的基础是平等 你是皇帝 我是皇后 我们永远不可能平等 除非现在你不做这个皇帝了 你能吗 你能不能平等 我得来 你能不能平等 我恐怕你 我会想找你 你不做这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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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这个皇帝 蓝萝卜盾玩 黑萝卜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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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萝卜盾玩 红萝卜盾 红萝卜盾 为什么你只说黑萝卜 不说粉萝卜 我是粉萝卜 因为大家都没说粉萝卜 所以我也没说 我说我就打你 别打呀 别打呀 小祖宗们 快走吧 快走 快走 太子殿下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巧儿 你怎么回事 太子殿下要是摔出个好歹来 你的小命别想要了 江公公 巧儿知错了 巧儿 你没事吧 太子殿下 奴婢没事 是奴婢差点害你摔倒的 有一次母后崴了脚 父皇就是这样帮她揉的 太子殿下 万万使不得啊 您真是折杀了奴婢了 太子殿下 您先起来吧 母后说了 男子汉对待女孩子要有绅士风度 巧儿 你还有什么小姐妹呀 把她们都叫过来 明天咱们一起来做游戏 明天咱们一起来做游戏 齐昊 母后 皇后娘娘 昊儿 跟我进屋 殿下 我 儿臣知错了 再也不敢跟小宫你们 嘘笑玩耍了 我不是想说这个 我是想说 这一切 都是基因惹的祸呀 你这点啊 算是随了我了 随您 昊儿 你现在走的这条路 你妈我是再了解不过了 再这么玩下去 是没有好结果的 一个男人 就应该像你父皇那样 母后 这些话你都已经说过 无数次了 您说过要以学业为重 可是儿臣功课都做完了 不信您过目 母后 儿臣哪里做得不妥啊 没有没有 你做的批柱简直太牛叉了 昊儿 你确定了 这是你一个人做的 嗯 做了多久 早晨送来之后 儿臣两个时辰 就批完了 我 你这是一个人做的 嘴子 你不得了 你怎么能赢 我 你怎么能赢 你怎么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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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 我赢 你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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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赢 这只能去玩了吗 去吧去吧 去吧 嗯 杨颜 是你吗 姐姐想死你了 快转过来让姐姐看看 杨颜 是我 是你 你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猜杨颜 难道她以前总做这样的事情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因为我觉得 只有杨颜才会做出这种幼稚 幼稚 荒唐的事情 幼稚 荒唐 当然 她做这样的事 叫幼稚 荒唐 而你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浪漫 惊喜 张鹏鹏 你过来 这儿也太美了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找人修建了这座巷 喜欢吗 喜欢 这儿真不错 咱们要在这儿度假多久啊 咱们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 你说的话都对了 你我二人 的确不平等 所以 你只会成为一个好的皇后 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 只要你一天是皇帝 你就是我的主宰 而爱的基主是平等 你是皇帝 我是皇后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平等 除非 你从现在开始不当这个皇帝了 你能吗 那些话 不过是我几年前无心说的话 皇上你不用放在心上 五年前 我也是真的无法阻挡你所说的 我出生于帝王之家 一生下来 就肩负了不可推卸的事 要完成先祖的遗愿 平定安保 问顾证据 我一直以为 我这辈子 会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好皇帝 可是 当我遇见了你 你不会是要放下皇帝不做 要和我私奔吧 不行 不行 齐盛你别闹 遇到你之后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现在国泰明安 我已终于盼到了七号长大 昊儿天资聪颖 小小的年纪 就深谙知识之动 实在是我的福气 如今 我已经安排了心腹 会好好辅佐昊儿 我也可以放心地 传为给昊儿了 我 你不需要再有任何忧欲 只要告诉我 你愿意 还是不愿意 我当然愿意 几年前我就把这些事情 都想明白了 我这小半辈子 一直被我这条小命算了 总在为我的身家性命 算计来 算计去 从未认真看待过情 和爱 但是 从你为我挡箭的那一刻 我突然顿悟了 人啊 一旦心里有了爱 便什么都是复原了 你还记得在复原寺 我曾许下的怨慕吗 你当时说了一句 我不太能听懂的话 这次来庙里 你想求什么 求我身侧之人 与我所求相同 唐唐 那现在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我做 你会握着谁的手 不放松 回忆的钟 摇摆着我的伤痛 以前的以后 我和七圣都想明白了 时间列出一道 人这一生就应该奔着爱去 从那天 是你的剧动 我和七圣就过上了 神仙圈女一般的生活 再也没有人像我 这神仙都羡慕了是 我又写在了眼中 望着你成一首 繁复的情歌 以前的以后 时间列出一道缺口 让思念自由 凝视你的剧动 再也没有人像我 把温柔写在了眼中 望着你成一首 繁复的情歌 以前的以后 时间缝合一道伤口 两秒正停留 在爱着的时候 再不去计算太多 去构出我们的时空 一切留在美好的那刻 不错 爱是我的爱动 我渐渐明白 爱一个人 就是爱她的一切 包括她的小癖好 小缺点 你 齐奢 你又死哪去啦 你告诉我 这个读什么 A 那这个呢 B B BB 这个呢 C C 告诉我 这个呢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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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 也会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们偶尔 ですか 看看 responsibility 来 来 干 Ret 这里的东西果然好吃 爸 你又说错了 你应该说 这里的东西果然好吃 对 好吃 好吃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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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你个头啊 擦 吃饭 吃饭 我们的生活 就是这样 岁月静好 细水长流 今天的星星好美啊 明天是个大日子 今天陪你跳了一天的绳 可把我累坏了 明天我可要好好地睡一觉 我困了 想先去睡觉了 我困了 你 我靠 不会连老娘的圣辰八字都忘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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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